小雨秀 33號 戀愛是否真美好 擊碎青少年的愛情幻想 第二個女朋友 剛才交往一年 大一一直到她大學畢業 然後她去當兵 就這段時間我們都在交往 可是她在這段時間之內 她就說其實我需要一筆錢 有一陣子開始 她就常常很憂鬱 妳是現金給她還是妳是帶妳 我用我的 因為她信用破產 後來她就是連房租都付不出來 所以她就有一天 就帶著她所有的錢 還在念大學 然後我交了一個 已經出社會的男朋友 有一次他們公司在聚餐 然後我也有去 我就看到我男朋友跟女主管 就是互相就是 然後太扯了吧 我是Selina 我是納豆 歡迎收看小女宙33號 好啦 我們又有新滿分 感謝一下這位同學 好嗎 周 又 三 好不好 做得非常可愛 很立體版 好 我們今天要聊什麼呢 其實你知道嗎 根據這兒福聯盟的這個統計 在這個一千多名這個 五大八年級的同學裡面 百分之二十七有談過戀愛 五到八年級是說 八年級是 國二 對 聽說百分之二十三交往不到三個月 就分手了 等於說其實現在很多這個青少年 對於愛情 素食愛情 他們可能不是很確定 然後聽說我的FB聊一聊天 就說更沒見過面 聊一聊就說 要不然我們當個男女朋友 然後就再見面 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找來這幾位呢 來賓呢 他們在這個愛情的過程中呢 一路跌跌撞撞 所以很多這個精彩 或彩電的故事 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我們請到了 吳依佩 閒子 紅棠 GG四位女性代表 來分享他們的愛情夢碎吧 謝謝 初心專輯的恭喜 所以妳在 這整個變得 已經像一個 就是成熟的小女人了 對 就是默默出道 其實有八年了 對 可是我對她印象 都還是停留在之前 就是比較小女孩的感覺 可是這一張的感覺 還有現在的感覺 整個就是變得 有一點性感成熟的味道 對啊 等一下蔡哥給我們聽喔 好呀 謝謝 先講愛情這件事情 對 妳在學生時代妳對愛情 有什麼樣的憧憬嗎 我那個時候就是 那時候班上真的很少人談戀愛 就是大概 一個班四十個人 可能不到四個人有談戀愛 那種比例 就是國小 國中那種 然後那時候談戀愛 就覺得每一個對象 都是會結婚的那種 就是妳就是很童話的故事 都覺得自己是公主 然後妳遇到的人 就會是王子 沒錯 每一段都這樣子想 到現在都還是 就是 但是大概也 對啦 本來講否認 你知道 幾段子 不能這樣 問一下四位好了 四位這個我們的 愛情傻妹候選人 妳們對愛情 以前是存在什麼樣的憧憬呢 就覺得 遇到的人一定要跟他結婚 然後要生寶寶這樣子 真的假的 對啊 但女生真的還是會比較天真 夢幻 遇到每一個人都會覺得 他應該會是妳最後的人權 真愛 但是最後都不是 對 那賢子呢 我是還在 小時候就會跟姐妹們一起討論說 我們四個就是 什麼時候會結婚 然後就是會猜測假如說 二十八歲 那個時候是覺得 成人以後應該不久就會結婚這樣 然後有工作這樣 會很快有小孩 就會想 就想很美好 對 都是會想得很美好 對對對 是 那紅糖妳咧 念書真的沒有好好在念書 然後前天就是在看漫畫和少女小說 所以滿腦子都是一些愛情的幻想 所以那時候會覺得 叫我男朋友應該就是要到天荒地牢 就是很浪漫 每天都有一些非常浪漫的故事 可以在就是 是現實生活中上演 所以就後來發現 其實事實 就是現在 事實跟想像 真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是長大之後 才會慢慢清醒這樣 所以大概交到第幾任的時候 會有清醒的感覺 大概第三任吧 可是是年紀耶 我覺得差不多 高中就 你就會漸漸地感受到 這麼快就清醒啊 我都大快 我都很清醒啊 就是我高中就受傷 慢慢清醒 那妳算醒的算滿快的 醒了之後還是繼續盲目的愛 醒是一回事 會醒然後又昏醒又昏醒 真的 因為有的時候妳會過於美好 而且我真的覺得漫畫啊 還有那個電影 真的要負很大的責任 因為我小時候都覺得 妳只好交到一個男朋友 妳跟他接吻的時候 腳會翹起來那就是真愛 對 沒有一個翹起來過啊 都會綁住啊 其實就接吻的時候 對啊 這是電影裡面的情節 如果妳是生氣然後走開 男生一定會拉妳 說妳不要走 對 不要走 然後下雨天妳很可憐 在那邊淋雨 他一定會把妳撐傘 而且妳轉身的時候 那都是妳在想像 真的 而且妳就想說我就往前走 然後就偷看 他走得比妳還快 他一定會來拉妳 結果就一直走一直走 怎麼都不來拉我 沒有 他不會來拉 所以我們這一整集 是要擊碎小宇宙聯盟 他們心中對愛情那種幻想 沒有 他們應該也是有同感 因為剛剛我們這樣一講 他們就開始鼓掌 對 這個是很 這些戀愛經驗 其實各位其實有些 滿豐富的對不對 齊文 沒有 老師妳現在對戀愛 有什麼樣的幻想嗎 沒有 就還是會希望 就是久穩定一點啊 妳交過最短的時間 兩個禮拜吧 兩個禮拜 最久的呢 四個多月 就是以月來算就算久了 四個多月算久了 一個禮拜的那種就算短的 好 那我們現在要請各位 幾位我們把這個耳機戴上 因為我們要來 互相來評評一下 就是妳們覺得說誰呢 可能是愛情最盲目的人 宜佩妳先不用戴 不要看他們 不然會被看到嘴型 對 看到嘴型就不行 我們不要看你們 我覺得是GG 為什麼 為什麼看我 你為什麼看我 太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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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是講就看紅糖 我沒有看GG 是GG這樣 然後我才看他 沒有 他沒有說沒事 我沒有看 就是GG不是 我說紅糖 我說紅糖 好 繼續說什麼 為什麼 GG 因為他應該就是會一直被 就可能別的男生只是關心他說 你有沒有吃飯 他就會覺得說別人愛上他 所以可能別的男生只是說 你今天晚上吃了沒 他就覺得你愛上我 妳該不想吃我吧這樣 對 可能 他是這麼傻的人嗎 很傻 我覺得GG算傻 你剛剛有偷看他 你偷看他 你偷看我一眼 你偷看我一眼 好 那你先把耳機戴上 我戴起來 閒子你覺得呢 你覺得就 比如說外表 或是他們剛剛的這些言論 你覺得 誰可能是愛情裡面最傻 我覺得是紅糖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又看我 因為我覺得他長得比較無呼 他是不是真的很自以為 長得無呼 對 他的長相 對 長得很無辜 然後就是很多男生會想要追他 然後難免會遇到看走眼 感覺很多男生就會去 對 接近他 對 我覺得我要是男生 我也會想要追他 對 你剛剛有偷瞄我 他是不是很自以為 就跟儀佩講的一樣啊 對 他等一下就會認為你要追他了 對 我現在很怕 好 紅糖 你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是選子 為什麼 因為他外表是感覺讓人家 需要人家照顧人家疼的一個女生 我也覺得他是一個少女型 所以他就是可能 時時刻刻需要一個很Man的男生 在他旁邊 呵護他 照顧他 妳覺得他看起來就是 很需要男生在旁邊的人 對 照顧他 所以可能就是 為了需要有一個男生在旁邊照顧他 所以會一直很盲目的 相信愛情 盲目的愛情 妳想太多了啦 好... 整齊只看著我 就看著妳而已啦 沒整齊啦 好啦 謝謝妳把耳機戴上 基基 妳覺得 其實很簡單啊 就是 我右邊那個啊 紅糖 對 因為就我覺得原因 非常非常的簡單 因為這四個人裡面 妳看誰胸部最大 就跟我們講的一樣 因為他就 我也是覺得就是 而且就是很多一些不好的男生 我覺得比較容易會找上的 對 因為他的吸引力太大 對 然後就是他的個性又很好 又比較天真 我覺得 因為他可能外表跟他的個性 其實有一點落差 所以我就想說他應該就是最傻 最容易一點 可是妳覺得妳自己跟他比起來 誰可能比較少 那當然是他啊 喔 好... 謝謝妳 謝謝妳 來 幾位可以把這個耳機拿下來 現在呢我們要請妳們呢 把手呢套到我們這個手環裡面 怎麼會有種不像的手 誠實手環 好的 現在呢我們就要公布呢 剛剛這幾位戶頭的結果 是的 這只是妳們自己戶頭的結果 對 誰是裡面 愛情中最盲目的女生 請舉手 為什麼是我 沒有啊 等一下我不是講妳 那一定是妳們啊 要不然我上台的感覺 我們都沒有講妳啊 紅糖妳自己不認為 妳自己可能是最傻的嗎 我覺得應該不是裡面最傻的吧 怎麼判斷 因為我外表嗎還是怎麼樣 妳就是因為妳的外表有一點加分的 這個傾向 因為妳剛剛有被稱讚說是裡面身材最好的 所以可能會被比較多男生騙這樣子 對 真的會很多男生因為就是為了外表 然後就是跟我在一起 對啊 所以妳的 因為妳的吸引力太多 妳的誘惑很多 所以妳很容易就是 招惹到一些有的美的 對 招惹到一些不是好的男生 交過幾任男朋友 帳面上 帳面上 實際上 還有按帳的嗎 沒有啦 就是總共交五個 五個 五個最後的結就是都是不開心的 對 都是不了了 直到最後連朋友都當不成 就是那種 如果現在走在路上看到 也會假裝沒人看到那種 這麼嚴重啊 就真的是不歡而散 不歡而散 每一個幾乎都是 但是我們要問一下我們笑一宗聯盟 大家不要覺得說他們年紀可能比較小 但他們可能在愛情中 也是有受過傷的經驗喔 有嗎 誰有誰有 齊文 我們在一起不到一個月 差不多快到月底的時候 月底結帳人 月結 手頭比較緊 二十球 沒有 就快一個月的時候 然後 結果她就突然都有冷淡 然後有一次我問她說 妳剛好都不理我 她就用那種很爛的 就是借口說 什麼我最近試很多 我真的沒辦法投入這段感情 結果沒想到她是因為 就是跟我 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搞在一起 蛤 是電影情節 對 然後結果就是 我那朋友還裝傻 因為我那時候跟她分手 我就很難過 我就跟她哭訴 她安慰我 然後結果沒想到她 就是我男朋友是因為她 來跟我分手 然後事後還裝傻 那妳怎麼發現的 就是大家都會跟我講 就是身旁的人 因為還是有同學 對 而且他們直接在我面前就是 就是那男人會來找那個女生 分手之後 那喬伊妳也有 我國樂的時候啊跟我同 我喜歡一個跟我一樣 就是同班的男生 然後我就跟她 曖昧了一個月之後 就是就在一起 大概才在一起大概兩個禮拜 然後她就不跟我講話 然後她就對我很冷淡 然後看到我就跟陌生人一樣 後來我就是知道 就是那個男生喜歡了另外一個女生 然後那個女生跟我兩個好姐妹是好朋友 新女朋友反正也認識妳的好朋友 對 然後就跟我的好朋友很好 然後好朋友就是幫他們湊合 然後就是他們就一群人在 那個男生跟我冷戰 是因為他討厭我的個性 妳的個性是 就是很瘋癲不適合他這樣 很瘋癲 很瘋癲 這理由挺不錯的啊 那個男朋友也沒了 然後那兩個好姐妹也沒了 整坨人都沒了 對啊 那華雲妳呢 最近是不是又有剛失戀是不是 又怎麼了 又失戀 誰知道這件事情 齊文知道 我們兩個要去買 就是要送給男朋友的那個 就是要做情人節禮物之類 他就在旁邊 然後一轉過來就 哭 他整個大崩潰 然後我們兩個真的 當下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講 然後我們就說 沒關係姐姐姐 姐姐親人節陪妳過 對啊 也不錯啦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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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哭了 他又哭了 他就 哭了 那段感情 對啊 那段感情他真的傷得很深 怎麼了 這一次又怎麼了 我第二個女朋友 剛才交往一年 然後只出來過兩個小時 因為 兩個小時 等一下 你交往了一年 只出來兩個小時 你是看到網路詐騙是不是 他是學妹 然後 因為他 他 他生日前一個月 我每天都幫他做我們的點點滴滴 那個既視本 可是你們之間就沒有 小時候 哪有點點滴滴啊 兩個小時候 我想了很多啊 那 當初在一起是誰說 是你提的 我啊 我在公共場合跟他提 大告白 對啊 很多人 那時候很多人 然後他就答應了 怎麼會分手 他 其實那很短暫 短暫 只要一個禮拜 他就說 當好朋友比較好吧 原因 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他其實 有默默有另外一個男朋友 對啊 我們都這樣覺得 對啊 要不然為什麼一直不跟你出約會 不可能 那時候我在唱歌 他就突然間傳簡訊過來說 我們還是當好朋友比較好 因為當情人感覺怪怪的 那代表他沒有很喜歡你啊 對啊 他沒有真的很喜歡你 我覺得你們就是可能現在 因為他們這個年紀 對談戀愛真的太懵懵懂懂了 我就覺得這好像是談戀愛 可是你 還是因為這樣很傷心 對啊 我們接下來要來聊一下 我們幾位傻妹候選人 你們的這個傻士雞喔 好嗎 首先就由一配型開始 怎麼明明今天在聊傻妹 可是我們小宇宙聯盟 竟然有傻兵 對啊 這怎麼會這樣 心碎 沒關係 聽他們的事情 說不定你就心情會比較好一點 來 我則是遇到劈腿冠信犯 然後但是我就是不願意放手 愛到深處也不願意放手 是我大學的男朋友 然後其實我們是班隊 然後我們交往了五年的時間 就從大一一直到他大學畢業 然後他去當兵 就這段時間我們都在交往 可是他在這段時間之內 他在當兵耶 對 他最後一次我決定要放棄 就是他在當兵還可以劈我腿 劈腿這件事情說 比如說第一次你發現 然後你原諒 那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這樣子 沒有 因為第一次他劈腿的對象 就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那妳還原諒他 一開始我只是覺得我男朋友奇怪 因為他隔天上課的時候 每天都在睡覺 對 然後最後我發現 他劈腿我的好朋友是 那時候我去了那個男生家 然後在桌上發現了一封信 那我就心想說 我又沒有寫信給他 所以我就把信打開來看 結果是我好朋友寫信給他 跟他說 謝謝妳每晚都陪我 我們去哪裡看星星 然後還開業車 就還開業車去台中 然後我覺得每一天晚上 都可以跟你相處在一起 就很開心 我覺得那個女生是任何人都還好 但是真的是自己的好朋友 姐妹 超痛的 我真的我超難過 因為當下我整個腦筋就一片空白 因為如果他是別人都無所謂 可是他是我真的 我真的被兩個最愛的人背叛 他是我真的真的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我什麼事都可以告訴他 天啊 天啊 就很像Ella有一天跟阿丁 喔 Ella說謝謝阿丁晚上陪他 我的媽 喔 謝謝妳帶我下屏東 喔 好入戲 太入戲了 傳簡訊去罵Ella 手機還要出來 我叫他 你要這麼入戲 所以這件事情妳後來選擇原諒嗎 我選擇原諒 因為我很想要跟那個男生在一起 但是我知道我如果把這件事大吵大鬧的話 我們應該會分手 對 只是因為我太不想分手了 所以妳那看到那妳也假裝沒看到 沒有啊 後來我有問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說沒有 因為那女生心情不好 所以我就常常會陪他出去幹嘛幹嘛 其實我們也沒怎樣 就妳接受他的解釋 我覺得就是鬼遮眼吧 對 妳怎麼能確定說妳男朋友跟他沒有再試一下出去 就是最後分手的導火線也是因為這個女生 還是他 對 因為我那時候我男朋友 就我交往五年了 然後我 我男朋友去當兵了 然後他在東影當兵 很遠的地方 然後我還為了他 就坐了十個小時的船去那邊看他 然後在船上我吐得要死 所以就只是去看他一眼 然後再坐十個小時的船回來 然後我覺得我都已經撐到現在 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女人比我更愛她 我覺得我堅持下去就會是我的 結果沒想到在他退伍前的一個禮拜 有一天我收到他 他跟我講說他不能休假 所以就是過年的時候他不能陪我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出去玩 結果我就相信了嘛 結果我就收到一封簡訊上面是 他要傳給那個女生 就是他當初第一個劈腿的那個對象 他跟他說我們一起去高雄玩吧 然後這三天的旅程我一定會讓你非常難忘 然後我看到那個簡訊 哇 就是我覺得夠了 就是 就真的夠了 就是這個東西讓你 就是有點一棒把你打醒這樣子 可是也經過五年耶 可是這五年當中 其他的劈腿對象也都是別人 因為我跟家人一起住 我不想要讓我爸媽知道說我很難過 然後我就把自己就是 關在衣櫥裡面 然後大哭 然後哭到爽了再出來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常常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大學四年 我都真的不知道我大學是怎麼過的 很多的時候我都是 一直哭哭哭哭到 就是睡 哭到累了然後睡覺 然後晚上醒來就很渴很渴 然後眼睛很腫 然後喝了水之後又哭哭哭哭哭 然後哭到累了然後就睡覺 所以我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所以你大學四年都在這種生活中 我大學的時候最 那時候最瘦最後只有 應該跟他還是有一些快樂的事情 不然不可能支撐著你 有一部分可能是因為 對 你就會覺得我都走到 我都撐這麼多年了 我都撐這麼多年了 還有差嗎 就是我應該可以撐下去 我可以 然後我堅持下去 最後他一定會知道 我是全世界對他最好的人 而且你也真的 為了他在寒流中堅持過是不是 有 因為那時候他就常常不接我電話 然後你知道男生消失的時候 就是手機關機 要不然就是一直打都沒人接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 我那時候只是擔心他說 他是不是因為開車 然後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可能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打他家裡電話也都沒人接 然後我那時候就開車到他家樓下去 就從那天寒流只有7度而已 我就在他家樓下 從11點 晚上11點一直等到凌晨3點半 天啊 然後我就一直蹲在門口 因為我又不敢按電鈴 然後我又怕吵到別人 然後他們家鄰居叔叔伯伯 就在隔壁 就是這樣走來走去 還問我說 你還好嗎 要不要外套還是什麼 因為他看起來我很冷的樣子 我就一直蹲在那邊等他 然後我那時候本來 心裡頭腦一直在跑說 我覺得他應該是跟某一個女生出去了吧 我等一下看到他我一定要罵他 然後我一定要質問他這件事情 結果凌晨3點半的時候他回來了 然後我看到他的時候我就 我就哭了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我就說 就是我那時候 心裡本來有很多想要罵他的話 可是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會講不出口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他那時候摸摸 我那時候只是心想說 如果他摸摸我的頭我就原諒他 然後他就 我就原諒他 太傻了 對啊 對啊 這還要投票嗎 摸了這麼多 譬如說這些事情 那他有沒有一絲絲覺得說 妳很可憐 然後多愛妳一點妳覺得 我覺得 可是後來我跟他分手 就是因為我看到那個簡訊 對 那我決定要跟他分手 那是五年來我第一次跟他說 我要分手 因為這當中就是他常常會跟我說 那我們就分手啊 我們就不合啊 我們就分手 可是我都會苦苦愛求他說 我不要分手 拜託不要分手 只要不要分手 什麼都可以 然後等到最後妳跟他說 妳要分手 最後我跟他說 我就是那一天早上起來 我就突然覺得 我就真的覺得夠了 真的夠了 我就跟他說 我要分手 然後他很緊張 他就開車到我家樓下來 然後就跟我說 妳不是很想要出國念書嗎 那我帶妳一起出國念書 然後學費我出 然後我們回來就結婚什麼的 這些都是我很想要的 可是我很想跟他說 如果妳是可能一個禮拜前 或是一個月前跟我講一樣的話 我覺得我會笑著答應妳 可是 可是在那一刻 我真的我覺得 我連正眼都不敢看他一眼 我就跟他說 還好 還好妳有醒過來 對 所以現在說實在想到這個人 也有恨她 我現在跟他是好朋友 蛤 蛤 因為我覺得 妳沒有愛妳就不會有恨 對 可是這件事要真的過很久 就是大概過了五年 有一次我遇到他了 就是我覺得我發現 我可以笑著對他講話 然後心裡也沒有覺得 對他有什麼疙瘩 我就知道說 喔 因為我不愛他了 那真的過去了 所以 沒有愛就不會恨他 所以後來 因為妳可以騙人 所以妳知道 他就自己動起來 真的沒有恨人嗎 意思是 是真的沒有恨人 其實我相信 因為真的過很久 妳們取人家手的時候也要cue一下 而且她 她還沒笑 她還沒牙齒 等一下大家記得 那時候用另外一隻手嗎 對 不好意思 好 沒問題 但是剛剛講這個劈腿這種事情 請問幾位有碰過嗎 嫻子 那個男生劈腿還是 就我覺得 她憑什麼去劈腿 憑什麼歌 怎麼會跟她在一起啊 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像剛剛她說 剛剛她說那個男生很會逗別人開心 然後也很會逗我開心 然後我就覺得 她可能只對我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看她對別的女生 對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就覺得 妳是瘋了嗎 為什麼會跟她在一起 他們 就是我告訴她聽 告訴我朋友聽 我跟她交往 然後他們都覺得 妳為什麼要跟她交往 就不願意承認她是我男朋友 然後後來她劈腿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 是我的朋友看到她在那個路上 就是開摩托車載別的女生去玩 然後回來告訴我 我還不相信這樣 女生在談戀愛的時候 真的是 不只鬼遮眼 鬼遮耳都有 鬼遮腦都有 就是男生都在胡說一些理由 就譬如說妳已經發現問題了 為什麼對妳 為什麼要跟她 男生真的隨便胡說妳一句話 妳氛圍聖的 然後就覺得沒錯 她就是這樣 對啊 我要相信她 沒有 他們敢講我就敢聽啊 就會類似這樣子 可是真的是 妳講得出來我就會接受啊 就有些時候我們男生自己講完之後 欸 這樣妳也信啊 對 對 女生真的就是會 妳什麼屁話妳都會相信 我以前曾經是不是收過 就是想要偷偷潛入那種就是 男生的帳號 電郵帳號 然後就發現一些那種 很...很露骨的電郵 對 就那種女生傳的都是很露骨的電郵 然後那個彈竟然騙我說 因為他都有偶爾去上他那個色情網站 所以他們就是寄 隨便寄的 可明明指名到信 而且還是 而且那種那種 不是那種色情網站那種太過的 香艷的文字 他那是真實的 然後他就說那是色情網站的人 就是交友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是誰啊 是誰啊 我忘了 忘了聽別人說的啦 應該幫妳綁一個那個繩子的 好啦 這個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位要來說一下他的故事是誰 寫死是 遇到超級控制狂 天啊 為了他搞到沒朋友 我那個時候交那個男朋友 他就是會很在意我去哪裡 然後會很在意我不在他的視線裡面 然後有一次我跟朋友去過生日 我朋友過生日 因為我很少跟他們一起玩 因為他平常都管我很嚴 只要我消失他的視線 他不知道我在幹嘛 然後他就一直找我這樣 對 然後我那天去 好嚴喔 對 我那天去 去KTV然後我們過生日 然後他差不多半個小時 他就狂打電話給我 然後就 我就變很尷尬 開始我還生氣說不要接電話 可是後來電話越來越多 我就很怕回家以後會吵架 天啊 這控制狂耶 好恐怖 偶爾出來會有男生 就是想要留電話啊什麼 想說就多交一個朋友 但是回去他就會覺得 人家為什麼發簡訊給我 對 然後就是說 你下次不要隨便留電話給別人 如果人家再問你要 你就給他假的 或者是 你就告訴他聽 那有的時候真的很難可以假的 因為你電話就直接拿出來 對啊 有一次我留了假電話 然後人家隔天就去打電話說 欸 你 你那個電話是假的耶 不對 不是你接 然後 然後 這件事是隔了差不多半年之後 再遇到然後才來告訴我 我說喔 可能那時候我剛換號碼 我不太記得 然後就又留了一個假的 還留假的 你還真聽那個男友的話 然後就又留一個假的 他當場就打電話去 結果還是不對 然後就很丟人 就真的留了一個真的電話給他 我之前有遇過跟他一模一樣 跟你一模一樣的狀況 就是我男朋友 然後他會幾乎就是像我爸爸一樣 他說 我說我可以跟我朋友去吃飯 他說可以 他說那我載你去 我說好啊 很貼心 然後他在車裡面等我 那也太有壓力了吧 對 到底要不要好好吃啊 等我吃完之後 然後他再接我回去 然後我說 可是你知道我有壓力 我說我順便會吃很久 他說沒有關係 我不會催你 你慢慢來 我就想說好很可怕 然後想說沒有關係 我就還是因為久久 才跟朋友見一次面 因為跟男朋友在一起 真的會減少 就是跟朋友相聚的時候 對 然後所以去吃飯的時候呢 電話接不完 然後四五分鐘就來一通 他說現在就是 就是你們點菜嗎 然後上奶到菜啊 你吃了什麼 對 你點了什麼 然後我就說 對 我會不會抓狂 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你不要再一直打 我說我跟我朋友在聊天 他說 我就說你可以不要一直打嗎 我會很安全這樣 他說好 結果半小時打一次 就是從十五分鐘變半小時打一次 然後重點是 就是我自己就是 不能就是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可是他都可以 這個就討厭 對 然後我會跟他說 那為什麼你就可以 就是三天半夜回家 我就不可以跟朋友吃吃飯 他說 錯了 男生女生不一樣 我們男生在外面 我們男生在外面很安全 我們男生在外面很安全 我們一群男生哥們 就是能保護我們自己 可是你們女生 一個人在外面就是會危險 因為他都在外面 讓別的女生危險 對 所以他又說 對 其實這個你知道嗎 通常控制狂 控制狂真的有兩種 一種是要求自己是一樣 因為他知道男生是一樣 有一種是因為他自己知道說 男生我們在外面是怎麼玩的 對 所以就會這樣說 那妳不要怎樣怎樣 留電話什麼都不要 我覺得後來他誇張到就是 因為有時候我要工作 我沒有辦法在他視線內 他也沒有辦法就是跟著 他就說因為手機之後那個定位 他說 你把你手機定位打開 我說我為什麼要打開 他說你這樣就是 他就說我的個性就大啦啦 手機很容易不見 然後他就說你就可以 就是因為定位打開 然後就可以 我覺得他應該是怕自己去哪裡 亂玩然後遇到你 真的嗎 應該不會遇到他想避開你 這種控制狂 像我朋友也有交到那種 控制狂的女朋友 就是女生有些 就控制起來是很厲害的 每次出來 我們都一直笑那個男的說 你是馬子狗什麼這種 因為 女朋友都會要求她說 又馬又狗 到底是馬還是狗 我們都會要求她說 女朋友要說 妳現在在哪製拍一張 然後還要拍 然後拍整個環境這樣繞一圈 看有哪些人 真的真的 所以我每次只要出去 只要帶女生 她在拍的時候 你是女生請站起來 她就這樣來 然後那女生就會跟在 就會這樣 什麼意思 譬如說那個女朋友說 妳要拍一張那個環境有沒有 男的開始拍環境 然後女生就跟在她後面這樣 然後這樣繞一圈 然後這樣繞一圈 就拍不到那個女 所以她根本還是有帶別的小女生 因為我跟你講 控制狂會碰到一個反撲 就是說通常被控制的人 然後她就越想要偷做什麼這樣 好 那紅糖呢 接下來看一下妳的事情 好的 遇到說謊高手 目睹偷吃人 不宜有她 所以妳是有閱讀障礙的嗎 沒有 因為那角度看很難好不好 好啦 請說 什麼意思 就是 那時候 那時候我現在還在念大學 然後我交了一個 已經出社會的男朋友 然後那時候我是很喜歡她 然後我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好開心喔 因為她 她帶領到我到另外一個世界 就很成熟 對 很成熟 嚇我一下 沒有 我以為是哪個世界 沒有 就是 就讓妳見識到大人的世界 大人的世界 可能出去吃的 玩的 或是享受都不一樣 所有都不一樣 眼界大開 對 真的眼界大開 對 然後是她們那個 比較上班族的年紀 那些人事物 然後 對 然後讓我覺得好崇拜她喔 因為她跟我講的 就是跟我講的內容 我也覺得好Man喔 懂得比我多耶 她是做最好的嗎 不是 是那個喔 不是啦 全壞啦 然後 她每個假日都會 不跟我在一起 她幾乎假日都說 她跟她朋友約啊 出去什麼什麼 我說OK 去吧 去吧 然後也沒有覺得不OK 然後關鍵是有一天 那時候我生日 然後她本來是那天要請我吃飯 然後她就打給我說 她說 欸 寶寶 那一天她可能要加班 所以她沒有辦法就是陪我去吃飯 過我的生日 然後我說喔 沒有關係 有一天我跟她去餐廳吃飯 我上去廁所的時候 我就把她手機打開來看 看不得了 她跟她 女主管 女上司 她們的公司的算最高的老闆 女生 在就是非常熱烈的交談 然後我就看我整個傻眼 然後包括我看到我生日 我當天生日她 她加班的那一天的日期 其實她是跟那女主管出去 看著電影吃飯的 說不定這也是她 事業性的一部分呢 欸 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麥克風哥啊 有這種規則嗎 麥克風哥 我跟你講 我真的覺得 那是你們男生會講的一個 非常好的理由 合理的藉口 會發現的原因 清醒的原因 是因為有一次他們公司 在聚餐 然後我也有去 我看不到我男朋友在哪 我想說好吧 先不要找他 我今天就上個廁所 然後上廁所 就會經過一個類似那種 地下室的一個地方 我就聽到我男朋友的聲音 然後一聽到 我就走過去 我就看到我男朋友 跟那女主管就是互相就是 緊抱著對方的那一種 然後 太扯了吧 然後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的手 還在那個女主管這樣 背上這樣 游以龍背 啊 然後那女主管 還在我男朋友頭上這樣 摩陣這樣 然後我整個傻眼 對 然後我還 我整個傻掉 我也沒有走過去 我還聽到他們講話 然後那女主管說什麼 他就說 他說今天不要喝太多酒 待會兒 待會兒怎麼樣怎麼樣 你要等我 之類的這種 就是很噁心的話 然後我就 整個火都上來了 然後我走過去 我就說你們現在是什麼情形 對 然後我男朋友一看到我 然後整個立刻又變憋三 他說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你誤會 你誤會 還是要替他 他一直還是替自己 就是辯解 手都已經摸成那樣了 還一直替自己辯解 然後我就不信啊 然後最近是女主管 他一開始就是不講話 靈很臭 這樣擺高姿態 然後女主管講話 他說他其實已經不喜歡你 不愛你很久 他跟我在一起已經很久了 天啊 對 他說你這個大學生 你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你 他一直是說 我還是個學生傻傻的這樣 他根本不愛你了 他只是利用你 趕快跟他分手吧 你們根本不適合 他不適合你 我才比較適合他 然後他自己要的一個男的 也是不什麼好的男的 對啊 對啊很爛啊 然後我就 就當下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打擊 我到 因為我那時候還是大學生 我已經完全包 我整個人 我就覺得我人生已經快毀滅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怎麼會這樣 我當然是一氣之大 我就走了 對 然後是分手這樣子 然後我跟他分手之後 他還就是有回頭 他在我家樓下等我 大概將近一個禮拜 每一天 在我家樓下等我 他就說你出來 你出來 他說你出來我才要走 我說我不出去 因為這件事情 我被那女生 被那女主管有點 就是激到我 然後我就覺得好 那我就想說好 我要就是比他更厲害 我不能輸 然後所以我才就是想 就是才進演藝圈這件事 也不是 他就想說他要 他要努力 他要有一番成就 他要有名氣 他要有錢 然後我不能輸給那個女的 你們男人怎麼總是這樣呢 對 為什麼在好的時候 不會珍惜 為什麼不能在好的時候珍惜 非要已經要離開 人家心已經不在 你才在那邊死纏爛爛 好 對不對 剪拔 收點 我有很 遇到窮困軟腳蝦 發光積蓄 只為了幫他還錢 天啊 真的太蝦了 其實是最蝦的 等一下 我必須要講 因為這個人他太會演戲了 其實我們會認識是因為 就是有共同的朋友 然後他追我追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有一次我們就大家一起去唱歌 那唱歌那天 我就有對他印象比較改觀 因為以前我就覺得他看起來就是 油油流流的 就不是我會喜歡的那種人 然後那天有比較好的印象之後呢 有一次台風天 他晚上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你一個人在家會不會害怕 我就說其實有一點 因為我家就是那個落地窗很大 然後風什麼咻咻很可怕 他就說那我現在去接你好了 我帶你去吃東西 然後就到我家樓下 我再打給你 然後他就打來了 他就說你可以把你的狗帶下來 然後我就帶狗下去 因為我那時候養成很大的狗 然後我就一下去我就發現 發現他很用心喔 因為後面他把那個 電子都準備好了 就是狗狗專門用的 然後車上就有兩大包的狗零食 然後我馬上就被收買了 後來我們就交往了 因為你就會覺得這男生好像 因為朋友又背書 然後他又很會演戲 台風天很容易出這種事情 對 交往了幾個月之後呢 有一陣子開始 他就常常很憂鬱 就感覺就是心情真的很不好 而且整個臉就是灰的 然後你就會開始關心他 你就說你怎麼了 他就說其實我需要一筆錢 但是因為我跟我前女友就是有一些 金錢上的糾紛 所以我不希望跟你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就喔好啊很好啊 然後就這件事就沒了 但是又演了一個禮拜 你就真的看到他好像每天隨時都會 從頂樓跳下來的那種感覺 然後有一天他真的開口 他就說這個問題如果再不解決的話 我可能真的會走到某棟大樓就跳下去 然後我就想好吧 那如果真的這麼嚴重 我如果可以幫忙的話 那我就幫你好了 他就說好了 但他說你有那麼多錢嗎 我就說到底多少錢 他講了一個七位數 百萬 百萬 對 然後那時候我也沒想那麼多 然後我就想說喔可以啊 我就答應了 你是現金給他還是你是貸款 我用我的名字幫他貸款 天啊 因為他信用破產 然後他就很感激啊 然後就說我多久多久會還你啊 然後什麼什麼的 可是後來就繼續這樣 他就會覺得不太對勁耶 因為就發現他怎麼都沒有在工作啊 然後就長時間觀察下去 我就覺得其實是這個人有問題 因為他可能 很多工作他不願意接 對 以至於後來他就是連房租都付不出來 所以他就有一天就帶著他所有的行 就搬到我家去了 從那一刻開始我就甩不掉這個人了 天啊 然後第二年就一直拖 然後到第二年快第三年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他說要分手 我一直分不掉 到第四年我才終於跟他分手 而且分手分得很難看 怎麼分手 有快一年半年都沒有什麼交談 然後就有一天就是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長輩很好的朋友 然後那天有一個飯局 然後所以我們是一起出門的 所以他那天他就沒有帶那個門卡 跟鑰匙 然後但是在晚上吃飯的時候呢 他就突然就是 不知道哪根線斷 然後他突然開始 就是大雅公 就指著我大吼大叫 就是罵我 然後所有的人都看到都嚇一跳 因為我從來沒有跟他們講過 我幫他還錢 以及我們其實不好這件事 因為他在長輩面前也都演得很好 我的乾媽就跟我講說 其實你們有問題很久了是不是 我就說對 然後我才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大家 然後他們就說 好 那你今天就搬去我家住 我就說可是不行 因為我有兩隻狗 我沒辦法就是帶他們去 於是就每一天 我乾媽都是陪我回家送我回家 但是隔一天 因為就前天他太累 他們陪我到太晚 所以隔一天我是自己回去的 我一回去就看到他就是 跪在我們家那個Lobby 因為他沒有門卡嘛對不對 然後他就一直說 就是可以原諒他嗎 他昨天就是失控什麼什麼 我就說我沒辦法 可是我心裡是想說 好不容易終於等到這個機會 有機會 從那一天起 他每一天都在我家鬧 有一天半夜三點 我住16樓的房門 居然有人敲門 然後這時候我的手機就響了 然後他就 我就沒有接 他就一直傳簡訊說 我知道你在裡面 直到我看到最後一個那個簡訊 他寫說你如果再不開門 你投身出去 你會看到我腳在頂樓 他說他坐在頂樓的那個窗簾 天啊 然後我就嚇到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我就接電話 然後那時候接電話 因為他就一直叫你開門 你根本無法掛電話 於是還好有MSN 我就看到我的好友 黃小柔小姐在線上 我就說柔你趕快幫我報警 他現在我在頂樓 他要跳樓 而且警察超快的 而且不只警察喔 消防車全部都來 不到五分鐘 後來呢 因為警察來 我就必須要出去了 對 我就看到他從樓上被帶下來 而且那個眼神就是讓我恐慌到 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很可怕 然後那天之後 你說他的眼神是很恨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是我做錯事嗎 對 而且他就唸一句話 他就說我只是欠你錢而已 他說我又沒有對不起你 所以從頭到尾這個錢 也沒有還過你 你就讓他走了 你就想說算了沒關係 你不要糾纏我就好 因為警察也說這是感情的事 他只能把他帶走 他並不能對他做什麼處理 但是你有借據啊 我覺得你可以把這個錢 不是我說之後 但是他現在 我希望接下來會還 就是等他就是工作比較穩定 所以反正那次之後你們就真的分手 那次之後他還陸陸續續有鬧了一陣子 但是就慢慢的慢慢的就沒有了 對 但後來就一直到早上警察 就一直在暗電那裡 我就想說不會吧 一直在我家附近 結果不是 警察就說 你可以叫黃小姐不要再報警了吧 不要再報警 因為小柔很擔心我 然後他打我電話 我一直沒接因為在處理 他就一直打電話去警察局報警 好 所以今天聽完四位 朋友的擔心 這個傻妹的故事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請我們 小宇宙聯盟來投票囉 好 請投出你們覺得 誰最有資格當選 今日的這個傻妹代表 我覺得他們應該也可以 藉由這四個分 那個分享經驗 讓那個小宇宙聯盟 學習一下 以後長大之後盡量不要當傻妹 對 因為其實 當然就是 可能避不過的過程 但是至少聽到一些 就是這血淋淋真實的事情 都是有可能發生在 有一天發在自己身上 然後就會知道說 千萬不要借人家錢 聽完了四位愛情傻女的故事後 究竟誰會是今天的 愛情盲目女王呢 看一下究竟今天 小宇宙聯盟票選出來 誰在愛情中是最盲目的人 請舉手 好 宜佩喔 應該是GG吧 沒有 我那個真的太厲害了 投她的氣溫 妳投她是不是 怎麼可以有一個女生 然後為她在那邊等 等了那麼久 妳就不會做這種事 不是 對 而且重點是那男人還不領情 我覺得這太誇張了 我被小朋友講欸 對啊 有種不爽的感覺 沒有 因為在說你也是小朋友 趁幾天妳呢 就真的 但這樣子的女生說真的 若出現在妳身邊 妳會特別珍惜她嗎 當然會啊 為妳做這麼多事情 對 如果我女朋友這樣子 還是妳會覺得說這種女朋友 反正我劈腿她還是會跟我在一起 我就一直劈就好啦 對我這麼好我當然要對她好 哪有 男生 你們都要記住喔 就記得自己講的話 那在愛情裡面 如果真的受了傷的話 有些時候聽聽好歌 心情可能會變得好一點 是 籤子 妳要帶來什麼樣的歌曲 新專輯的九打歌叫 說好就算了 來 歡迎 我們說好就算了 淹沒胸口的淚水都不貼 其實我已經拒絕 回味往事的特權 未來才會夠美 愛過就算了一個失去的堅決 我會認真的想念 妳還要我多卑微 心甘情願妥協 心甘情願妥協 不要再對我敷衍 不要再對我敷衍 痛變藍天 全部都瓦解 不給我 不給我 不是想要你 看看 不能再須 什麼事情 すご目的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